先確定一下,你的這邊到底檢查一下有沒有問題 如果都檢查OK了,也都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個時候呢,你希望可以把它傳到 就是PhoneGAP的網站 它會自動幫你打包 成跨平台的APP 但是這邊可能要說明一下,因為那個iOS比較麻煩,因為它的那個 開發者帳號 還要經過 認證 它才有辦法幫你轉成iOS 所以目前來看 假如你是iPhone的手機 除非你有iOS的開發者帳號,而且你要跟 那個PhoneGAP網站做連接,不然的話 你還是沒辦法產生iOS的那個APP 但是 那個Android就比較簡單 完全不需要認證,直接就幫你產生了 那做法一 檢查沒問題 第二個 確定一下 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的這個網址 首頁的這個地方 注意一下說名稱有沒有打錯 因為之前有發生過同學打那個index 名稱 不知道 可能 有一個字打錯了 那 結果顯示出來就錯了 那 副檔名 我建議是用htm 我不確定用htm會不會有問題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裡面盡量不要放一些 非關 我們 需要用到的檔案 最 就是 最可能發生問題 裡面如果中文名稱的檔案 也會發生問題 奇怪 只要你 放一些圖好了 圖檔裡面如果中文的名稱 奇怪 就是發生錯誤 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之前有同學發生過的狀況 跟各位說一下 第二個的話 我們再把 這個CH6 記得按個右鍵 把它壓縮成 ZIP檔 當然你壓縮的方法很多 因為我這台電腦有裝7ZIP 那你就把它壓縮成ZIP 但你不要壓縮成7Z 7Z傳上去他不吃的 或者你裝RAR 你不要丟個RAR給他 他就不吃 如果你電腦實在是沒裝沒關係 按右鍵 傳送到好像也有這個 壓縮的檔 有沒有也可以 他也可以幫你壓 壓完之後呢 就是一個CH6 的點ZIP檔 好 準備完成了 所以 網站沒問題 也把它壓縮 所以實際上就是把這個網站 變成一個ZIP檔 丟上去 那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就是說 到那個 我們的網站 Fonegave網站 並且 登錄帳號 因為我已經登錄了 而且當然如果說你 因為他只有一個免費的 如果你要變多個的話 有什麼方法呢 其實不然你就多註冊幾個吧 對不對 所以我有好幾個帳號 那就可以放好幾個F 我就OK了嘛 對不對 但是 OK 但是每個人 習慣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 首先 第一個 他上面會 Welcome Fonegap 那你要怎麼傳上去呢 很簡單 Upload NZIP File 找到 桌面上面 剛剛那個CH06的那個壓縮檔 我剛剛放哪裡 把它再變成 清單好了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的桌面上面的 這個 這個檔 ZIP有沒有 找到了 按開啟 這個時候他會什麼 Upload 因為檔案很小啦 好 出現了 那名稱你要不要改一下啦 你不改沒關係啦 或者把它改成CH06好了 好 然後 其他 OK之後的話 再 按一下那個 Ready Ready to build 就這個啦 當然改一下名稱 我是建議啦 回去 一定要從頭再做過一遍 你換一個主題也好 反正呢 就是 找一個主題 然後重新再做過 並且丟到那個 這個 Fonegap的網站 把它 這個 我之前好像那個 Discretion 打中文沒問題 不過好像 名稱打中文 好像也沒問題 可以試試看 因為之前我有 簡單弄一個 那個範例 叫做徐志摩 有沒有 徐志摩 反正 文學家嘛 對不對 這個非關商業啦 如果你想要 想要做一些 比較 商業的東西 你就自己再找一個 然後呢 好像打徐志摩 沒問題 OK所以中文 在這邊打應該沒問題啦 那再來的話 就是怎樣 其實 在講完這部分 同時 他已經怎麼樣 幫你產生的這個 跟這個 這個紅色的 iOS 不行 主要是 那個 開發帳號的問題 同時呢 也出現了這個東西 QR Code 對不對 如果你要安裝的話 其實很簡單啦 假設各位要安裝 App 的話 很簡單 幾個方法 QR Code嘛 要不然你就是點他 他可不可以下載 可以下載 下載完之後你也可以 把這個APK 丟到自己手機裡面 用那個USB啦 或者是 用mail的方式 寄到自己手機 反正收得到就好了 也可以安裝 再不然就是什麼 QR Code 掃一下 掃完之後 他會跳出什麼 是否安裝 不過特別注意 你們手機在安全性裡面呢 有一個叫未知來源 的檔案 還是未知來源的選項 或者是什麼 不明的來源 等等 那個因為每一支手機 取的名稱都不太一樣 記得要把它打勾 原因是 如果你的來源 不是Play商店的話 他會 把你擋掉 不給你安裝 所以你必須要把那個 位置來源的 選項打勾 就可以安裝在你手機裡面 我想 各位請 你這邊試試看好了 然後裝完之後的話 馬上可以看到 你要的這個結果 OK 那這個其實算還蠻 簡單的 那當然在 我Play商店 我記得好像我有做 所以你們也許可以 試著 在自己找一些主題 那如果沒有特別的主題的話 也許像我這邊有做了一個叫 徐志摩的 其實也是一個DEMO 那因為上課 上課的需要 所以我就把它 其實你甚至可以做自己的名字 如果你希望出名的話 做自己的APP 將來是不是可以做一個 吳老師的APP 之類的 OK 那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什麼 徐志摩 我的名字 OK 那實際上就是用 剛剛我們做的嘛 有沒有 所以你 這只是一個DEMO 那我只是 告訴各位 如果你將來要上架的話 真的很簡單 反正就把前面交的東西 把它 湊一湊湊湊湊 一個APP 很快就出現了 那你就把它打包上架 再來就是你要註冊一個帳號 OK 那裡面的話大概就是類似像這樣 然後裡面大概就是 我們剛剛做的啦 然後這些東西啦 頂多是多做了一個這個 Button 回首頁的Button OK 大概這邊給各位參考 畫面再 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其實我在上面好像也丟了幾個啦 目前看起來 我丟的APP 都有四顆心以上 OK 目前我丟了一個徐志摩 還有一個是 茶糕是公路路況的 4.6顆心 嗯 哦 好